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已经要器械投降 只不过其他五个人坚决要死黄子燕 在那种兄弟情的气氛之下 只好跟着引弹自尽 只不过我们看到整个事件里头 因为雄间的甲齿人士事件 跟这个主谋 你看到郑立德熟视前竹联邦的精神领袖 他是白狼 他也现身到现场 观众朋友真相是什么 法务部长罗英雪敢不敢办 敢不敢去查 该不该公布监视器画面 只不过罗英雪的角色当中 我们今天进一步了解 他在黄世民的泄密案当中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到底谁在替黄世民一路护航 他的角色 当黄世民已经有罪定验 因为前检察总长 他涉及的泄密案当中 昨天获得了 有期徒刑 获判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定验 律师认为 马卸任之后 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未来马总统面临的处境呢 今天律师黄定颖来到我们现场 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去查 因为我们看到 黄世民是向马总统面报 侦查中的个案 怕遭到判刑定验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在去年 官司缠身的过程当中 他的职务评定 还被认定是良好 现在被判刑了 还可以一颗罚金呢 权序部对于他上个月 已经顺利退休 未来还可以领下 庞大的所谓的退休金 权序部也有他的说法 只不过整体的事件里头 我们要来看的是 到底谁在他替一路护航 那么法务部的角色里头 很多人要问的是 正义何在 是非何在 这个案子里头 有人被迫辞职 有人被拔官 如今该不该一一平反 这是马总统的 负面的外溢效应吗 这是马总统 恶劣的外溢效应吗 只要是替马总统做事 通通就没有事 是这样子吗 另外要看 可批 这是不是个正面的外溢效应 那么有一股力量 要向上提升 现在看再度揪出肥猫 陈炯松 观众朋友 你记不记得 在这个台北市长选举当中 他担任 连盛文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现在发现 年龄 216万元 可是否说 太不要脸了吧 上代之后发现 有这么多的职位 仇佣之余 今天徐永明老师 带来更多的资料 到底哪些是仇佣的资料 没有专业背景的 陈炯松 担任财团法人 病理发展基金会 台北病理中心的董事长 你知道一担任多久的时间吗 一年担任十八万 一年担任二十年 一年担任二十六万 这个让市政府的高层认为 不要脸的肥猫 但是呢 不要脸的肥猫下台之后呢 小肥猫要继续做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稍后告诉观众朋友 这里头的董事结构里头 这是不是好市府所留下来的 人民应该怎么看 舆论不应该给他更多的一个压力吗 当然在此同时 有一支重大的司法案件 这是刘正池 你记得七七刑管 当三立新闻 独家卫领追踪 窃占国土一千五百平当中 超蛙 这个大地窖 今天最新的一个结果 判无罪 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个嘛 政府现在是怎样 政权当中都要确保 一一全部绑在一起 大家通通都无罪开脱 是这样子吗 可是有多少人在混吃等死 好事不做 坏事干尽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一桩事情 今天国民党立法院林国正 来到我们现场 他会让他放行吗 牛杂碎 说要换TPP 经济部长说 开放进口 法律上绝对站得住脚 传出政府 为了寻求加入TPP 准许像是骨髓 血管 还有头骨肉 面颊肉 食道鸡跟牛油 六项牛杂碎 要进口 邓振中说 这不属于内脏 事实是这样子吗 真相是这样子吗 来一一为您解析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 关键型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 资深媒体员周一寇 大家好 好继续为您介绍 动物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徐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好带来第一手资料 昨天他破解 踢爆了在高雄大辽的管理 包括竟然可以连闯四关 现在罗英雪应该怎么 继续走下去呢 该不该查 该不该办 带来关键性资料 来欢迎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国民党及立法 林郭正大哥 大家好 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鑫 大家好 还有律师黄定 朱晴大家好 亲民党 富民找刘英雄大哥 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来看关键性的一分半 临死不关 六球困兽斗 影弹悲剧收场 从周三枪战到周四凌晨 时而对空名枪示威 发狂扫射媒体空拍机 至少两步跟紧活火 直到五点跟五点三分 六人先后自强 结束十四小时的紧张对峙 电狱长陈世智 是囚犯自强当时的唯一人职 也是唯一负集者 还原六球死前那一刻 他们主动跟我说 我主动跟我说 我不是我主动跟我说 就是要自己自强 那您有吓到吗 就是突然跟你说 还好啦 我是吓到 因为手是冷冰冰 我是很热 除了情绪最不稳定 极度拿枪指着 陈世智的季竹生之外 五球赴死前 都跟陈世智握手拥抱 还有人说 对不起连累你了 就怕太痛苦 六人决定分两批引弹 黄紫燕 季竹生 魏良颖 黄写胜 齐喊 兄弟一场一路好走 互相拥抱拍肩 怕摔伤遗体不好看 因此头对头躺地 自轰太阳血而亡 他们是最主要是 躺下去打的 躺下去打 因为如果没有躺下去 一摔一打又摔的话 脸部会不好看 四人开枪后 郑立德其名义 上前查看 拿长枪对四人 母枪确定死透 接着拿短枪也引弹 全程典狱长距离只有短短五公尺 看得清清楚楚 加持典狱长原本是企图杀出监狱的筹码 最终成了募集他们人生最后一程的送行者 点燃马王正正战火的黄世民被控泄密 丢掉检查总长的位子 黯然下台 二审宣判出炉 判刑一年三个月 因为黄世民违反通讯保障法 监察法以及泄密罪 虽然判刑一年三个月 但可以一颗罚金 有四十五万来脱身 往后还可以每月继续领取退休金十七万 等于三个月的退休金就能拿来交罚款 自己任命的检查总长 不止一审二审都败诉 而且马王斗相关当事人 包括检查总长黄世民 行政院长江银化 国安会秘书长金虎聪 也都一一倒台 马王斗成为马总统自己打脸的异常闹剧 好来我前教皇帝确定是有罪 但是一年三个月还得一颗罚金 罚多少呢 四十五万 四十万来 这个代表什么 他的法律状态显示出未来的马英九总统 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 马总统在这部分是一定有刑责 但是我先看他的刑度 如果说你就一般的泄密罪 过去的公务员前调查局长叶胜茂 他的泄密的行为 他一个行为 他给他判两年六个月 所以如果说就这个案子里面 高等法院的这个认定 他有三次的泄密行为 裁判一年三个月 可以说是相当的轻判 那我们就看了这个新闻稿 他新闻稿里面其实是 从善意的方式去理解 这个黄世民他在追这个案子 他认为说他没有一个恶意 所以他在里面给他一个重亲 但是里面也点出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当然在这里面 有一些对法院认为他轻判 是遗憾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值得肯定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其实清楚地点出 马英九在里面涉及了刑事责任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他就讲说原本台北地方法院 对于黄世民的案子 他说因为8月31号 黄世民拿的资料 到总统官邸跟马英九报告 报告完之后 马总统说 那你明天再把详细的资料拿来 所以9月1号他又去 这两个行为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认定 他认为是 这是一个行为 他拿的资料是一样 所以算一次泄密罪 但是高等法院在这边 他把它清楚地解析出来说 你相关的证人来讲 你9月1号 黄世民再拿着进去 总统官邸跟马英九报告的内容 其实是不一样 他有增加一些内容 那这部分也是构成泄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很清楚的是说 马英九在里面的责任 9月1号的教唆行为 就会跑出来 在台北地院的这个内容里面 他认为8月31跟9月1号 是内容相一样的 所以马英九没有教唆 但是如果在高等法院的 这个判决的新闻稿里面 你去看他清楚地分别 8月31号跟9月1号 这两天内容是不一样的 马总统在8月31号跟黄世民说 你明天再来继续跟我讲 有关于王金平关税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部分是涉及泄密的 所以在8月31号跟9月1号的时间点 这是高等法院 在审理过程里面 我可以说他有贡献的地方 也就是说马英九未来他会躲不掉 就是在8月31号当天晚上 他叫着黄世民说 你明天再来讲 这个部分有效唆泄密的一个问题 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页数 我可以整理给观众朋友看 那这个部分其实相当的重要 因为 几乎点出所有的关键 马英九在里面涉及的这个刑事责任 他说 在9月4号 马总统打电话跟黄世民讲 说你叫江仪化 要求他去跟江仪化做报告 那所以9月4号黄世民又带着资料 去跟江仪化做报告 那他这里面 黄世民在里面其实咬出了马英九 他咬马英九是什么 他说 这个东西我本来没有跟江仪化报告了 是马英九叫我去的 那所以法官在里面调查 他调查了就发现说 本来是没有要向江仪化泄密的 是你马英九叫说他去的 所以这里他是用要求 他没有用叫说这两个字 是因为马总统 还是现任的一个总统 他有刑事豁免权 他没有把他当作被告 所以没有用叫说的这两个字 但是这个事实调查出来很清楚 是说他要求黄世民 9月4号再去跟江仪化报告 这样的一个行为 涉及一次泄密 因为在这个判决里面 这个泄密判五个月 所以马英九叫他去 这个叫说的行为相当的清楚 而且更清楚的指出是什么 他说在8月31号 也就是说黄世民应该把这个事情 跟江仪化报告 那黄世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呢 去跟他报告 但是他不知道说 原来总统在8月31号晚上 就把罗志强 江仪化都找来讲过了 那这个泄露 他说泄露的行为是什么 你总统在职务上面 你因为检察总长违法泄密 对你说的这个秘密 你一样依照公务员服务法 你有保密的义务 你居然在当天晚上 8月31号建立新喜 哇黄世民跟我讲这个好消息 我马上找了江仪化 罗志强大家进来听 这个部分他说是泄露 这个法官的用语叫做泄露 那所以马仪化会该当三次犯罪 第一次犯罪是什么 在8月31号晚上 黄世民跟你报告 虽然你不是叫做他来 但是你得到这个资讯 你公务员依法 有保密的义务 你居然马上健烈欣喜 打电话跟江仪化讲 跟罗志强讲 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构成一次泄密罪 另外一个 9月1号 在高等法院的判决里面 这里面因为有多出来的 这个侦查中秘密的资讯 包括多的侦查 应该不是说窃听 监听的这个资料 你跑去9月1号 跟马英九做报告 那这个报告的行为是 在里面的认定是 马英九要求他来的 所以这是一次教唆泄密罪 另外一个是9月4号 我刚才翻出来 高等法院在里面审理 很清楚因为黄世民咬出了 马英九在9月4号 我原本无意向江仪化报告 但是因为马英九要求 那里面用词叫做要求 我去跟江仪化做报告 这个是侦查中秘密 我再去跟江仪化泄密一次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马英九该当了三个犯罪 那这三次行为 依照公务员加重其刑 二分之一 换句话说 他是一次三年 一次三年 一次三年 那这个三年三年 三年加起来是九年 可以再加二分之一 所以马总统最重的刑期 可能会比较高 那我必须这样子讲 有人说 你看黄世民都轻判了 他才判一年三个月 那马英九会比他高吗 其实个案去判断 如果你从个案去判断 是说被教唆的人 跟教唆的人 哪一个情节比较严重 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讲到了 这个陈世智 他里面的一个杀人罪的部分 高雄大辽监狱的典狱长 对 他的这个受刑人里面的 这个祖贤 这个祖贤的部分 他的当时的判决 判18年 说因为他杀人 他教唆杀人 你讲郑立德 对 祖贤犯 这是竹联邦的一个分子 对 那这个竹联邦的分子 他判18年的理由 是因为他教唆杀人 但是他真的去杀人的 那个小弟呢 只判了16年 换句话说 教唆的人 你会被认定有时候是恶性更加重大的 所以马总统在这一个案子里面 他会不会说 因为他是教唆的行为 他反而比黄世民更轻 会必 我们看高等法院的判决里面 他当然从里面去讲说 因为黄世民他是 基于他的正义感 他只是用错方法 他大概去帮他做这样的解释 所以轻判 但是马总统 他是基于政治操作 基于政治斗争 他明明是法学博士 你也知道侦查中的资料 你不能拿来讲 你居然把他拿出来说 所以这个部分 未来在 他卸任之后 面对司法的一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基于个人的一个政治上的利益 基于政治斗争 你犯了三次泄密行为 那这样的刑则上面 我认为应该会比黄世民更重 所以更重 而且代表的是一个大前提 他在2016 520卸任之后 一定会遭到查办 不只是查办 你认为刑则应该会更重 高等法院已经点出了三项 他所违法的部分 王定宇怎么看 我这两天看到网络上 肖民讲了一句话 我还把quoting写在我的本子里面 他讲很有道理 他说 在台湾这个地方 正常人看一件事情 会先问合不合理 烂官会先讲合不合法 多少烂事情都假借合法之名 在进行中 何况不合法的 我们现在看黄世民这个事情里面 不合理的东西太多了 就像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 六个人在大辽监狱发生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法律的层次 刚才 第一你在讲的东西 其实简单来讲 第一个 点出这么多共犯结构了 从黄世民 马英九 江一华 跟罗志强 这个共犯结构 他跑不掉了 通通都要查办了 这是最高法院的 起诉书的新闻稿 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黄世民在林秀涛 这位检察官 在被训问的当下 其他的检察官都认为 没有必要去跟马英九报告 那是不合法的 可是黄世民一己之意 在8月30号 就跑去跟马英九报告了 9月1号也报告 两个是连续行为 算是一个犯刑 然后呢 9月4号跟江一华报告 他讲的 他抖出两个 其实两件事情 抖出第一个是 马英九叫我去跟江一华讲的 那江一华这两天 跟马英九颁个勋章给他 我给你保证 这两个人 马英九卸任之后 会一起站在法庭受审 他们两次同一个行为 他另外还讲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知道 就在这新闻稿的第二页 这个黄世民说 我不知道9月4号 马英九总统打电话给我 叫我去跟江一华报告的时候 其实马英九自己 8月31号就跟他讲了 跟江一华讲 跟罗志强讲 所以这一些行为 如果今天黄世民判 无罪定验 我最多只能说不合理 骂骂马英九 不合理啊 藐视王法 他已经是被判刑定验 一年三个月 泄密 被泄密 帮助犯 教授犯 全部都成立的情形下 我是建议特征组这边 江一华已经是 卸任的行政院长 可以先行起诉 马英九的话 等他下任 10点钟 国之喜交接完了 马上就诉追 至少这件事情很明确 那这是一个案子 那另外还有两件事情 我觉得对白下来讲 更受不了的 一个是 1月6号 黄世民 他检查官的身份 后办理退休 退休了 他退休 如果一次领 可以领1270万 他如果月退的话 是17万6千 一个一辈子奉公守法 努力从公的公务员 该领多少 就给他多少 可是黄世民 已经因为泄密案被起诉 一审被判有罪 而且那个程序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就要判刑了 竟然1月6号 法务部赶着让他退休 然后2月12号 就判一年三个月定验 定验完 法务部赶着说 太万公了啦 已经定验了 他领的钱我不能追回 如果那时候没让他退休 现在判一年三个月 黄世民这个退休金 是领起来 是有问题的 是领不了的 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在面对一个罪犯 一个犯法的公务员 你竟然是法务部 本身在管法律的 全力让他先领了1270万 然后下个月 就判他有罪定验 这面对任何一个人 有罪之身 可以这样放他吗 司法诉讼的过程当中 他的退休 请领的部分 不能够先降管吗 小军 这个事情不是黄世民 叶世文不是一样 叶世文是 将一话 你们都知道 他乱搞 你竟然让他6月份退休 接着去桃园县 当副县长 多少贪官污吏 已经吃我们的肉 啃我们的骨头了 他还可以退休 拿一笔我们的钱 然后事后 我明明知道 他判有罪了 百姓还在 税金 我会扣税金 还是要供养他一辈子 1270万 合法吗 法务部今天部长 说来讲了 一切合法 无法追回 你合法 但这个事情 到底你讲不讲得过去 那第三个事情是 另外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你会透露一个东西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数字 叫做一百特他61号 一百特他61号 就是民国一百年 从陈荣和法官贪污案的监听票 挂了监听票 一票挂到底 听了多少人啊 这一票挂到底 一直挂到2013年 你看民国一百年 2011一路挂到2013的6月9号 听到了柯建民 继续听 听到了林秀涛 继续听 这个林兆豪 法官出身的立委 在立法院咨询一段 很有名的 就是如果是完全不同的案 应该另外分一个监听票 你为什么不做 一票听到底 里面有吴建宝 还听到了巧克力的前妻 那些好像当民意代表的助理 听了一堆不相干的人 我从头到尾都不晓得 陈荣和法官 柯建民 林秀涛 他掏检察官 巧克力的老婆 加上这一堆 有的没有的人 跟吴建宝 这些人 怎么会在同一张监听票里面 一票吃到饱的违法监听 还把结果呈给马英九看 那一样有对照组啊 张显耀案主 这两天我们在讨论 张显耀说被监控五年 谁讲的 蔡德胜讲的 国安局讲监控五年多 监听票拿出来给我看 只有两年 监听票只有两年 你监听五年多 而且暗月城报上级 我这字都没有改 这些字都是蔡德胜 向检察官亲口讲的 暗月城报上级 也就是一个没有监听票的监听 每个月都承报上级 蔡德胜的上级几个 我说我比过嘛 五个指头伸出来还有剩啊 所以我们国家整个 有没有依法 没有 法律只是在逼迫人民 法律只是在约束一般人 如果管法律的法务部 可以让他 黄世民领了1270万 如果管法律或者 贵居药金的院长 可以让叶斯文这样就退了 然后一张尖的话可以听到底 然后当总统还可以看到 非常的爽的话 高特征组你只起诉这些人 到最后判刑定验 我觉得还是不够 你现在应该先第二个动作 先从江仪化开始 他刚讲侵判了 来周姐 侵判之外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用关了 这个整个过程里头 关关相互一直到他退休 不要忘了 关人们要想想看 这个过程里头 有多少人因此受害 其实有罗英学今天的位置 罗英学是接谁的位置 曾永夫吧 曾永夫怎么下来了 当时江仪化怎么跟他讲 政务官下台 不需要理由的 这中间过程 有多少人被谋休 有多少人被羞辱 受了委屈 现在是怎样 判定有罪之后 这些人不用还给他公道吗 来怎么看的周姐 曾永夫可不可以去 寻求国家赔偿啊 那当然曾永夫 他做人大概比较收敛一点 也比较谨慎一点 这个案子里面 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们尊重司法 因为最后司法是 我们看待很多争议事件的 一个最高指标嘛 尤其是在民主国家 那这里面被牺牲者 恐怕真的就是曾永夫先生 这个案子 他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在于 每一个相关的当事人 特别是马英九总统 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一开始 私设刑堂 主观判定的意念 是高于其他 对不对 那从他这个 我们的发展来看 事实上这个案子 从第一天记者会 发生这个之后 也就是特征组 举行了记者会的那一天呢 我就跟总统府的高层人士 来查证 我很谨慎的 而且非常小心的 跟他们查证 因为那天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说是8月30号左右 而且那一天 他们就已经做成了一个 判定王金平 就是涉及个案 司法官说 而且必须把他拔掉 官位的一个决定 依照他们的说法 就跟王玉琪说 张显耀是泄密者 而且有巩固的证据一样 从我的采访总统府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得到的那个讯息 就是如此 而且中间 比对很多的相关的事情 你也发现 似乎 马玉琪总统 他钻进了一个 确定王金平有罪的一个 理念跟一个 他要达到目的的一个状况当中 他失去了他的客观性 甚至于 他忘记了 他的法务部长 甚至于 法律学的博士学位的身份 没有办法让大家 让他自己能够广阔的 360度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他最后陷入 陷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他就有自取 因为在中间的过程里面 他太不小心 我记得是我访问他 电台访问他 他说黄世民跟他去报告 8月31号 然后报告的时候 还拿了一张纸哦 对不对 后来那张纸不见了 一个effort的纸 那他讲完之后呢 其实我是很不经意的问他 我说 那你之后做了什么呢 结果他就老老实实的说 我找了罗志强 找了江仪化 当时我在现场吓一大跳 其他所有的旁听的那些记者 也都吓一大跳 因为这个事情才串出了 打黄世民 有没有跟他泄密的问题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 就去提醒马英九总统 小心你会有被串政 空中串政的嫌疑 那我很冤枉 是因为事实上 我是很早就约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观察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问我 马英九总统的态度是 他从第一天看到 黄世民的那个 给他的那个通联记录的时候 他恐怕真的就 见烈欣喜 他觉得好小子 你被我逮到了 他原来就想展望了 速度近上 会见周 看记者会 你被我逮到了之后 他就失去了 其他客观判断 搜正的能力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他为什么那时候 见烈欣喜 为什么那时候一定要讲 因为他太讨厌 王金登了 现在你判得出来 是透过刑事 这种手段的斗争了 他们当然就说 为什么一定要展望 因为他党服帽 一定要展望 就是他党服帽 还有其他的大家 这个相处不睦的一些问题 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觉得简直是不得了 就爆的一个炸弹 就可以把对方炸死 那他绝对是见烈欣喜 还有第二 他过于自信 第三你知道 他在处理特别废案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他们很奇怪 很避逆于别人的判断 跟这个客观的情势 他去 侯宽然去约谈 他的时候的第一天 他是连律师都没带 结果情势很不妙 他还回来 跟他的幕僚讨论说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怎么会有 这个被起诉的危险 记不记得 当时他是这样 所以你看他的处理 这个事情的过程 你会发现 怪不得我们的国政 会乱七八糟 因为他没有一个 不是零国政 是国家的政治 会乱七八糟 是政非比政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案子对我来讲 很痛心的缘故 是因为 其实一开始 我是相信 这个买九总统的 一个总统高度的判断力 可是他后来 他们操作很多事情 就是说 他要砸他 结果发觉 其实砸他不成 因为王金平在 从马来西亚回国的 那一天的记者会 在机场 那个声势很大 声势很大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 他就硬干 硬干是什么呢 就把马主席 给拉到中央党部的 这个办公室里面 在人家考机会 要开会之前 发表一篇演说 去指导考机会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开除党籍的程序正义 就是被检讨 而且被质疑的 这个事情 跟要砸张显耀 然后砸不成 张显耀反扑 然后后来就给人家 栽个共谍 共谍变泄密 泄密变乌龙一场 变成这个 一个政治诬陷 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模式 所以这个事情 整个来讲 我们并除司法 你只看到一堆笨蛋 而且这一批人 坏又笨 我只能做这个结论 那接下来 司法的部分 我觉得 他的坏笨 就要让这些 曾永峰林秀涛 不止 要让 而且他也让 这个 不止 这个国家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可是接下来 我要看 黄世民先生 黄世民先生 他是检查总长 检查总长 应该就是 是 司法的那个 那个天平 为最高的人生 信仰 信念的准则 甚至于行为的准则 当法院判你有罪的时候 其实你就应该 接受这个罪责 你就应该让 自己的 一生当中 而且你是 这个 法学出身的人 是检查总长 当你有罪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喊冤 如果你喊冤的话 那过去那些 所有被你查办的人 是不是都喊冤一千次 一万次 一亿次呢 我觉得黄世民先生 不管说这个人怎样 这个人 我对他还算 这个尊敬 因为他过去 为什么 因为关于他女儿的 这个经历 还有他对他女儿的 那种各种不同的 这个纪念啊 或者是他 这个出的书等等 我对他是在 个人情感上 是同情的 可是黄检查总长 如果你都不接受 中华民国的政府的 定验的一个裁决 裁判 那我们中华民国 算什么国家 你过去当检察官 你当检察总长 所有正办的案子 是不是全部都要归零 我就光从黄世民先生的 这个认知上 我觉得完全不可接受 以他的刚直的正直的 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 他应该是 就算冤屈 他也应该接受 这个制度给他的制裁 然后他应该去服刑 应该把他所得到的 这个退休金 要退回政府 这是黄世民这个人 因为你的过去的人生经历 是不一样的 你代表司法的一个 钢铁不移的一个公信力 结果你自己犯到 司法的罪行之后 你被裁判了 被法院定验之后 你竟然说你是冤枉的 那中华民国还存在吗 你的检察总长的位置 还有价值吗 我是光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或许 马英九总统啊 罗英雪部长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情上面 他们无法超脱 你无法超脱 你就不能不配做公众人物 不配做领导人 不配做这么突出的 这个政治人物 如果是我是黄世民 我绝对尊重这个司法判决 我发表一个记者会 就算我觉得我是冤枉的 他不是冤枉 他就算不是故意泄密 他也有行使 职责上的问题 因为林秀涛那个时候正在接受征讯 不管怎样 他都应该开记者会 接受这个裁判 他应该接受中华民国司法 对他的一个决定 对他的命运当中 对司法的尊重 而不是回家退休 拿退休金 然后还有人说 他一生要含冤 让他的下半生成为这样的记录 那中华民国的司法何在 这个你的检查总长的这个位置 又是什么历史的意义跟价值呢 我要请教马英九总统 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哦 这个已经是一个价值观了 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社会 国家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了 很可惜 这些男人 这些绑在一起 要制裁自己的政敌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思考 难免让我怀疑 黄世民是不是真的要斗掉 他的政敌 他是不是真的 是绑在一起吗 我觉得寇姐真的太美化 黄世民 对不起 我真的要这样讲 黄世民从检查总长下来说 他做了一件事 让他的退休金增加 珂姐你知道什么事吗 回任检察官 那罗姨雪叫他去的 又是罗姨雪 又是法务部长罗姨雪 我要提一下 民营党时代有个法务部部长 想要回任检察官 那时候 王清风说不可以 为什么回任检察官很重要 因为回任检察官的退休金比较高 当时 寇姐讲说 那黄世民如果觉得你是对的 你是检察总长 你根本就不要要求回任检察官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罗姨雪也不要去准他 刚才寇姐公开承认 我不是说你公开认罪 公开承认 马总统我去那边做一次访问 我是要补充 那有没有叫做泄密 当你取得 从黄世民那边取得这资料的时候 跑去媒体公开讲这个事情 这没有叫泄密吗 因为他去谢给黄世民 我问他 我是讲说有人说我空中串政 其实根本我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访问是很早就写好的 或者我意思是说 有公开泄密 我们是有讲过 罗志强那时候开了几次记者会 讲黄世民的事情 不是讲黄世民 用黄世民资料 讲王清平的事情 我们是说 你这个有没有公开泄密 马总统到周一寇的节目去 有没有公开泄密啊 寇姐 罗志强是怎么说 他说那时候周一寇不要支持我们 所以他要总统去访问 部长去访问 我都安排 他在脸书上讲 他那时候对你很好 我意思是说 请问 这个也很不可思议 就是他们把公权力当人情来处理 这是他的概念 所以打击政敌 我相信 可是我要讲是说 他们所犯的罪 真的只有法官讲这些吗 真的只有检察官起诉的这些吗 马总统你的公开泄密 只有这样一次吗 罗志强 你没有在这里面 没有事吗 我觉得这整个东西 不只是侵判而已 这一干人等 都是相关的 我觉得因为 马总统不能到法庭去 虽然有秘密证讯 可是我想请问马总统 8月31号 你真的是被动的吗 因为8月31号 在法官的认知里面 好像是黄世民找他 马总统被动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黄世民去找他之前 马总统已经打电话 叫罗志强 叫江一话来了 那是被动吗 是因为我知道以后 才做这件事吗 我觉得之前搞不好叫说 也就是对王金平 对老柯 他们的长期监听 这马总绝对知情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都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 黄世民就是一年三个月 黄世民就是没有问题 交了45万就出来 这后面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是长期的在 因为刚才定云讲过了 你光是一个市长就可以监听五年 请问你对院长 对柯建民 你的政敌 你是怎么做的 我要再讲 这个东西在马总统下台以后 真的要公开去起诉他 寇姐你真的是证人了 到那时候 坐在那个地方 公开跟大家讲 黄世民来见我 讲王金平的事情 记不记得 他那时候还开记者会 讲说这不叫官说 什么叫官说 请问这些都没有泄密吗 这都是侦察中的案子 这都没有泄密 检察官都不去办吗 我补几个名字就好 我觉得这几个名字 在我们节目出现过 call in call out过 我要帮他们讲几个话 我们call out给谁 陈首王 陈首王 我们曾经call out给他过 你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完了 曾永夫 曾永夫的过程 有人说平立在 他被莫名其妙 他觉得是冤枉的 被拔掉了 可事后不管是判决 或者是贫贱 这个官说案是不存在的 我现在都用法的位阶来看 法律上这个官说案是不存在的 曾永夫去职了 没有理由去职了 那那个呢 然后再来陈首皇 从检察长 最好检察署的检察长 拔下来 变成检察官 林秀涛 监听票上根本没有他的电话 他被寄警告 他被警告以外 警告北检公诉检察官 他未成年的女儿被监听到私密通话 就林秀涛被监听 可他的电话没有在那个61号监听票上面 就去监听到他女儿 而他的电话也顺便听 然后他的什么开支啊 信用卡的全部都查 这三个以外 再来 2014年3月19号 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法官 审判长叫张于凤 张于凤 张审判长 第一审 三个人合议完了 认为是王金平胜诉 应该确保他中国国民党党籍 同年3月19判完 6月19 他的审判长 7票对4票拔掉 而且全部的审判长 只拔了一个人 就是张于凤 庭长免监了 调任 台北地方法院 行政法庭的法官 我要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现这国家 为什么马英九 治理国家越来越差劲的原因就是 法律不存在 违反马义的 他会报仇 会拔掉 然后张显耀 因为马英九认为他是害虫 下面就弄了 现在害虫不起诉了 问题在马英九 同样道理 当时认为监听 这是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刻 拉着吴敦毅在身边 这边还拉了行政院长 用行政部门去打国会议长 然后到现在最后那些都无罪了 自己监听了有罪了 马英九其实在民主国家 一个总统到这个勘章 应该要辞职下台了 这个事情 已经违法了 应该辞职下台了 社会的娱论应该让我们看得出来 娱论压力应该告出来 是非到底在哪里 我跟你讲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罗志强那个时候 因为处理这个马王征的时候 他还得到一个勋章 对他得到一个勋章 然后这样一化 这样一化 最近不是也 前天也得到一个勋章了 小军 那个时候8月29号到8 这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总统 最少最后 你要尊重司法 那个是民主国家的底线 大家共事的底线 你问我 我看那个比 那个通联记录 我觉得他们之间 似乎还是有 司法个案关说之嫌 可是现在司法判决是如此 那你马英九总统 就应该开个记者会 把过去的这些事情 承认错误 或者是你过去处理的这些事 发生了哪些问题 你要检讨 甚至于你要纠正 可是他不是 张写要的是 人家不起诉 他就是王玉琪辞职 他还支持王玉琪呢 马英九总统 你否认了地检署的 不起诉的处分报告书 你也否定了 黄世民的这个案子的 二省定验的法官判决 你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对你的检查单位 你对你的法院 所做的最后的决定 是如此的蔑视 那你怎么对得起 你怎么有资格 继续做中华民国总统呢 就算你不再不喜欢 你要尊重这个判决呀 是 来 郭正来 我想对我们国民党 跟李星大哥来讲的话 还有半个扣扣级 虽然被开除党级 我们可以说不胜 不是为你 李权叫停权 我开除党级 有这种党吗 说真的不胜唏嘘 在2012年立法院 国民党立委过半 马总统当选 赵政长来讲的话 应该是完全执政 这个国家应该是往前 大部分的卖 在之前四分之三 但是你看发生了两个大事 在我们2月份 今年105年的2月份 发生两件大事 对国民党是很重要 2015年 今年104年 第一件大事 就是所谓张显耀的 不起诉 泄密案 不起诉 不起诉的过程里面 当时候这个案子 冲击了两案 从2005年整个台海两案的稳定度 是到一个高峰 到张显耀之间 嘎人而止 往后倒退 第二个事情里面 就是黄世敏这个案子 被判刑确定 刚刚提了那么多 其实我都觉得说 其实当时候 2013年的马王之战 主角就是要斗掉王院长 就要把他斗臭 斗垮 那用了这个工具 拿了泄密案的东西 但不胜唏嘘 我一直要强调 现在黄世敏被判有罪 江一华已经离开 行政院长的位置 罗志强也下台了 当时候承办的检察官 指挥的是谁 是检察总长 另外一个是特征组的发言人 回归到高检署 另外一个承办的检察官 这个叫郑森源 已经从检察官转任律师 离开司法界了 刚定义也提到 从法治面来讲的话 这里有几个人真的很无辜 第一个 曾永乎 如果按照定义讲 跟我们大家认识 你们从法治面 现在已经还给他清白 还没有涉及到关系 叫罗姨写下来还给他好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去见过曾永乎 他当天里面 在总统开完记者会 隔天里面 江一华找了他两次 第一次 并没有叫他下台 但积极如律令 一直到傍晚 第二次召见他 就直接告诉他 上面要你下台 所以曾永乎就 再怎么不愿意认为说 我根本没有去教授 甚至做什么事情里面 没有去指导 没有去指示 躺着也中枪 他就下台了 接着另外一个人 很可怜 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叫高检署的检察署 他是高等检察署的检察长 在司法界的封禀很好 他下台了 因为林秀涛 他只跟他见过一次面 那谈了一些事情里面 后来证明也没什么 官说的事情里面 这个人下台 我在跟他讲个内幕 他下台以后 定义他是从高等检察署 检察长下台 调到哪里 最高检察官 做什么 不是主任检察官 检察官 一般检察官 他上面有一个主任检察官 叫做黄世民 二森他 对 他是黄世民的班兵 当时候把高检署检察长的 陈守皇竟然到最高检 里面有三个族 他把他派到黄世民那一族去 等于说他们一定要看着 那个黄世民 他要请示他 看着他的脸色 陈守皇是一个 为了五朵米 他没办法说 办理什么样的状况 或是辞职 他忍下来 这么样去糟蹋人家 我个人感觉到说 权力 为什么权力让人家糊滑 国民党完全在国会之争 结果马王之战 总统去度了国会的院长 行政院的院长在整个 如果小军有印象吗 当时候在出席立法院的行政院 那个施政报告 是不看院长的 江义国是走上那个施政报告台 是没有在看着院长的 一句来一句去 行政院长 照伦理是要兴趣功能 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 一句来一句去 那你这个行政立法两个 怎么会配合的好 还有总统去在考计会 开会之前 把一个国会的议长 讲到这么难堪 把他开除党籍 而且还不让他去报告 那总统跟这个国会的议长 会处理得好吗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过 权力真的会使人糊滑 谈到黄世民 黄世民曾经是所有 在扁政五时代 被票选为最高 最适任当检察中长 第一名的人选 在国民党执政时代里面 他被提拔为检察中长 在立法院南绿草原的立委 对他高度的评价 但就只为了一个 心目中跟曾永乌 在司法圈里面 两个人余亮的情节 不管是恨 是愿 或是他的子弟兵 在整个主任检察官 在检察长升任过程里面 没有永北 没有把他圈权的情况之下 造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奉劝 不管哪一党执政 所有的权力 尤其掌权最高的人 要懂得自我截止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才有办法往前去满进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 遏制的外溢效应 只要替马总统做事的 通通可以保他 没有事情吗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因为我们看到 你不能把这几个 全面的绑架 好像绑在一起 在最后的政权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刘正史的案件 也宣判了 那罗英雪 在这个事情里头 很显然 官官相互的结果 法院就你们开的 你要怎么判 清判就没关系 你觉得 刚刚 黄帝宇律师 也做了很多的比较 一个泄密案的叶茂盛 已经判了两年多的徒刑 现在跟你说 检查总长 黄世民 没关系啦 得以一颗罚金 下次怎么样 在最后的政权里头 得以大家 通通 可以成功的脱身就好了 罗英雪 如果敢 包庇黄世民的话 请问一下 法务部长 罗部长 你敢去查 高雄大辽监狱 这一次的捷狱 挟取人事事件当中 就大家所怀疑的 那里头 有没有内神通外鬼 为什么这么荒唐 而且到最后 是怎么样 灭口 集体灭口 人全部都杀光光之后 就找不到真相吗 我刚才提醒一件事情 8月29号到8月31号 也就是马英九 急急如律 要杀王金平 想要听那个监听内容的时候 台湾在康瑞台风 台中云林 嘉义台南 我们淹大水 你知道吗 是 你回去看这个单数资料 杀入台中 一片汪洋 云林呢 有八十几个老人 被泡在水里面 这个总统在台风 下大雨的时候 黄世民来来来来 你听到黄金平什么 来跟我讲 来来来 8月31号 8月31号听完了 还不过瘾 就要 哥来哥来 哥来 哥去说 还找两个来 乒乓 对 你知道如果一个执政者 能够被 人民厌恶 唾弃到 失去执政的正当性 这种事情 就这样干出来的 第二个 那时候急着 你们国民党开考纪会 国外的邦交使节团 要来拜访总统 放着 吴富 这个白总统 你去替上去 他急着什么 他请假 跑去 押着国民党的考纪会 要来处分王金平 也就是说 对他来讲 斗倒王金平 比人民淹水重要 斗倒王金平 比外交使节团 来得重要 这个都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现在讲说 他也许不是叫说什么 张显耀案 王金平 黄世民这个案子 你有发现 后面都是 马英九 跟他这一群 马友友们 一起搞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 就要讲 就是说 如果罗英雪 黄世民 犯了一堆错 罗英雪 远雄案到现在 那时候谈个案 也是在电台 是不是在你的节目 还是别人节目 好像又是 宽恶姐节目 也是宽恶姐的节目 罗英雪在那边谈个案 说保证谁乃党个人 没问题 朱丽也没事 无知情 没问题 应该也没问题 然后69箱呢 他那时候讲的 69箱资料 已经在我们的 廉政署那里 他都知道 所以罗英雪上任之后 他都没事 还明显他的功能 跟他要做什么 所以黄世民 罗英雪没事 然后张于凤 陈守皇 人家说阿红 他们都有事情 那我现在讲了 现在大聊这个案子 你真的希望 罗英雪能 查出个什么东西来吗 他里面 犯那么大的错 大家都当裁判 你是主管机关 你的法务部 下面出那么大的错 你好歹假装 把头吊起来给 总统喂留一下好不好 我们现在这些官 都不知道廉耻怎么写 你主办的时候 出问题 没事 陈保基的那个禽流感 我们现在台南走上 一大堆看到 穿着塑胶衣的人 就知道 这给我儿子 没事 要过年了 压死多少 都没事 政务官都没有责任 没有政治责任 所以我觉得罗英雪 你怎么去调查 这个大聊这个案子吧 那里面一堆 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待会有机会 我把它讲清楚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拖40分钟 让人家有时间拿到枪 有人想私了 想私了 来 现在到底是一个 文雄大哥加入我们讨论了 台湾现在到底是面临到 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因为昨天高雄大聊 发生这个事情 找了专家 跟各方面 我们抽丝剥茧之后 今天如果我们的 法务部长罗英雪 敢如此一路的护航 包庇这个黄世民的话 这个疫症的问题 高雄大聊的问题 他敢办吗 监视器要不要公布一下呢 来这个情势怎么看呢 包括今天 前苗栗县县长 刘正宏的弟弟刘正池 三立新闻 长期独家追踪报道 阳明山的七七行馆 涉嫌开挖 这个地窖的部分 窃占国土 大约一千五百平 今天呢 我们看到 他被依这个窃占 卫造文书等 七项罪名起诉之后呢 尽管在审理期间 刘正池一概不认罪 那么还扯说 他说这个房子会越住 越住越大了 士林地方法院呢 今天判刑说他违反水保法 判刑两年三个月徒刑 但是其余 窃占国土啦 上挖这个地窖的部分 通通或判无罪喔 但是蔡百露呢 蔡百露有没有 蔡百露被他判 判六年 判六年 他依什么罪 徒利 徒利罪 那谁徒利他 谁敢叫他做这个事情 谁被徒利 结果蔡百露被判了六年 而他竟然是 确证的部分 通通无罪 来 温小大哥 怎么看这样 目前的发展 徒利都没有任何代价吗 哦 徒利 蔡百露 蔡百露不是太 不是太百露了 蔡百露也太 太体恤民意了吧 也太为民众服务 美和事案子也是 好像徒利没对象 那诈时 跟台北市附近有关系的官员 还真是人心载厚 真是佛心来自来 好 那我们就从那个 刚才一直在讲说 那我们这个九月真正的时候 请问 九月真正的时候 有谁加码你知道吗 罗志强 还有一个江仪化 这两个现在不在身边的 这两个凭什么加码 因为马英九叫他们加码的嘛 那个小孩的这个副秘书长 你凭哪一点 可以出来去骂一个立法院院长 你在行政院院长 你看到立法院院长 本来叫矮半截的 结果你还 还吊了一半死 在立法院看都不看他一下 屁股像他 那时候后来 后来还鞠躬拜托 对 这我看这就马英九快了 好 那你就延伸到今天 今天的黄世敏可以退休 然后派一年三个月 四十五万 就就 一颗罚金 一颗罚金 我现在还没查清楚 但是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 他是不是借银退休 他如果不是借银退休 提前退休的话 他的主管 可以押着吗 罗英雪可以把他押住吗 是啊 为什么罗英雪不押 罗英雪怎么敢押 你搞不清楚 罗英雪是来做什么的 罗英雪是回答理性大学 他退休不是他的权利 这是马英九押下来吗 第二个 全台湾 马英九不是常常讲说 这个官司还不好 马英九是不是可以请 那个全序部 行文一下 不是行文 请大法官会议解释一下 我们很多将军 如果挣钱逃亡 他那个还要被拔掉 他的受的勋章要拔掉 罗志强那个什么二等紧急勋章 这样也要拿回来 那最近刚刚 将一话也得到一个 刚得了一个 前天才刚拿到而已 那怎么可以拿呢 对不对 台湾的自然搞成这样 台湾的所有事情 好 那我们再讲到说 你说那个 所谓大聊的事情 罗英雪 昨天就被我们宋主席 臭骂一顿 你在现场 对不对 这种怪 我以他们为荣 以什么为荣 不要脸 我说实话 罗英雪永远笑一个脸 他那个脸是笑的 为什么 他不晓得该面对什么事情 他没有资格当部长 这就是马英九用的人 那王玉琦 那个小孩 看到中国大陆的张志军 就跳了过去 握手以后 好像一辈子都不想放 为什么不想放 他把他跑掉 我们怎么跟人家谈判 对不对 那你就说到这个 现在刘正词这个 刘正词凭借什么 当然是马英九 马大姐 马妈妈 过年都到他家去 我请问 要全部绑在一起了 当然 这里头好像也有远雄贷款的问题 当然 全部又绑在一起了 两亿贷款 你说吧 刘正词这个 他有七个被起诉的罪名 其中三个 您刚才讲了 对不起 我稍微修正一下 是 切善国土 跟这个违反三波地的 这个生态 然后水保法 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 是 他祖文 祖行 就是因为特别的法 叫水保法 两年三月 不够的啦 那这样我请问 那欧巴桑 种菜 只超过一点点 立刻送法办 因为怎么样 他不认识马英九家人 他如果认识马英九家人 打个电话去 就没事了 那刘正词 这还能够逍遥在外 我跟你讲 国民党 对不起 不倒也难啦 不要说以后啦 不要说什么2016 我看这个过年的时候 就倒一塌无敌 明年是确定 要合并要一起选举 立委跟总统 马英九如果 如果去发红包 还有人要的话 各位伤心腹脑 你去理红包 就丢脸啦 我跟你讲 文雄大学 我跟你介绍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黄世民案 你刚才讲 刘正词 对不对 我们节目讨论 快一两个月 我记得那时候 还坐那个板子 把地号拿出来 哪些地 是过去公僚改建的 哪些地 是国有地 去租的 哪些是国有地 根本没有租 全部把它挖空 我觉得法官 有没有知道 我们当时在讲 那个地 是要卖掉的 去做广告说 这叫什么 七七行馆 要卖七亿 全部是国有地 它里面没有背信吗 没有伪造文书吗 结果现在 怎样 两年三个月 我觉得 小云你讲的对啊 这要外衣效果 只要跟马总统有关的 全部都没有事 黄世民 一年三个月 刘正词 两年三个月 全部都下个解套了 我想请问 远雄 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有事情都判刑了 结果你还能借他两亿 这里面是不知道呢 是远雄笨呢 还是故意 否则里面 什么正常外戏 我这一句话就好 现在不是年纪 要开始要讨论年纪吗 我们在这也都在骂 顾务员票 你那么多 替代率这么高 全国军工教同胞们 年终未问金 年终未问金也好 你的年金制度 如果被砍一毛钱 你就去马一九一 要等 为什么 黄世民 有罪的人 他钱一毛钱都不会少 为什么你 你没有犯罪 你那么努力从工 是 结果要被讨论 说砍你的那个 你的退休金 你找马一九一要 大官犯法 一点都没事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体会 这个六名的重刑犯 为什么会愤愤不平 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的诉求 是完全有道理 但是你们诉求 的确对于小老百姓 甚至这些 这个 这个所谓的人囚 应该 这些受刑人 也会想想看 差太多了吧 来 周杰怎么看 事实上确实 就是 平若 他这个 第一下阶层的人士 在台湾这个 民主发展的 这个社会 跟国家当中 他的那种 伸张正义的管道 似乎越来越狭窄 这是台湾 现在的一个趋势 而这个趋势 居然在一个 法学博士 当总统之后 更为明显 我要看的是 这两个案子 王金平先生的案子 跟张显耀的案子 这两个案子都是 有人把王金平 当成眼中钉 那 把张显耀 当成眼中钉 那实际上呢 以你总统的职位 你要拔掉 王金平 很简单 你那时候 不要给他 不分去立委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把你拔掉了 他就被你给干掉了 那张显耀 你身为一个 国家的总统 他是你的特任 这个陆委会的 副主委 你把他打电话找来 甚至于宋主席 昨天也在访问的时候说 你把他找来 跟他这个 动之以情说 你跟我的 其他的团队不合 那想办法 你先坐别的位置 然后帮帮我忙 也可以啊 以他今天手上的公权力 以他总统的那种 这个非常的无限大 没有办法约制的人事任派权 他怎么可能不能处理 王金平跟张显耀呢 他为什么不处理呢 因为他胆小 因为他怯懦 因为他不光明正大 他非要用一个表面上 是司法 用刑事手段 他牺牲司法 来从事政治斗争 牺牲调查局 牺牲两岸关系 结果却达成自己 政治人事斗争的目的耶 这是这两个案子 给我们的图像耶 你不会觉得不寒而栗吗 而且这里面的人事的斗争里面 还有非常多情感的因素 情感的因素里面包括了金普聪先生 因为跟王金平本来就不目 他们那次在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金普聪他的选举的号召 跟选举的口号 说是王金平黑金 所以王金平震怒 震恨在心 你知道王金平最近这一次 接受不分区立委的提名的时候 是因为马英九想要当选总统 所以马英九想要当选总统 怕他南部的票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就要提名王金平 他没有是非的判断 没有这个人 到底我认为他不对 我就应该干掉他的那种 基本的一个正义的判决 永远都是以自己私心自力为用 当时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他把金普聪调离了秘书长的位置 因为金普聪在秘书长位置 不肯接受去处理王金平 要做不分区委员的 那个王金平条款记不记得 把曾永泉调来 然后处理这个王金平 那那个时候 他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连任 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权位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牺牲他内心深处对个人的政怨 但是等到他当选之后 一逮到机会 就要去把王金平给斗掉 这是百分百的事实 张显耀呢 张显耀是马英九总统觉得这个人不错 据我的了解 他真的给人家专案办理啊 因为好像张显耀提供给地检署检察官的 这个很多书证啊 这个因为他们有机密的这个 不起诉处分报告书 这么厚一本啊 我是有看到 我翻了一下啊 那稍微的翻 因为不能够这个对外公布啊 那个会泄密罪的 那稍 远远的看了一下 你不要抓我 我不要抓我 我是有远远看 因为呢 因为人家的情况之下发现 你看到马英九都多一条 确实这个他里面 张显耀提供了一些书面的证据 证明确实有专案办理的问题 那因为张显耀处理的还不错 甚至于马熙会还做到了一个 差不多要完成的边缘 结果另外一个 他的爱将 看在眼里 盲刺在背 然后就想办法 这个以 他可能有这个问题 恐怕真的有问题 这件事就把人家定罪 这也是一个政治人事斗争啊 那你们这些 是不是男子和大丈夫啊 人家黑道啊 要砍一个人 还真的就出来 就这样子 这个白刀子 这个红刀子 他们连自己承担 去做一个人事处理的 这个勇气都没有 因为他们居心不良 因为他们动机丑恶 所以他只好用司法的外衣耶 牺牲司法这样的一个 国家里面的最公正性的 最需要的一个 所谓的最后的一个底线 跟一个准则耶 这些人 我觉得他不只是卖国耶 用雪滴子 用雪滴子都太健在于 简直是令人 是觉得你本身 你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啊 你都有问题 现在还每天养印 要告这个告那个 你告人家干嘛 你把司法都不相信啊 告周一口 来 李静道德怎么看 我在这里要说 黄世民总检察长 这一次你拿了这个资料 去找马总统 你真的是 愧对了所有法律人 这件事情很清楚嘛 这本来是柯建民的 一个所谓的 有没有掏空的问题 那么你是监听 监听又听到另外一个案外案 就是他跑去找了所谓的 王金平一串子出来 这件事情基本上 他仍然是一个在监听中的 一个所侦办的案件 这个案子当然有所谓的 不得对外泄露 或连案情陈述都不可啊 比方说那些所谓的 外面还不知道的内情 被你监听到 结果你会去找总统 这一件事情 我是认为了 被判一年三个月 各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至少 确定判他有罪定义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他是没有 一点都没有过分 而且因为他在那个行为 就像刚刚扣过说到 他今天是站在 那个位置是什么 是全国检查系统的龙头啊 其实在民间来讲 检察官是有打击犯罪 第一线的这种 所谓的正义死者的身份 你就是那个龙头 结果你自己拿的这个资料 去找总统 我们的解读就是 就那种可能 一个是你专业不足 可是这些应该是不成立 因为他从事检查系统工作 已经太久了 那第二就是 你就是所谓的 讲我们讲的嘛 不该做的一个惨媚嘛 你今天好像有点像报聘 你提到的名字我 说我现在要回馈于你 这在法律界来说 又在司法界来说 这件事情我们是 完全不能接受 好 这件事情总统也有去 那当然刚才 电影提到的 我倒觉得 因为他这个该当的时候 构成要 教授办的构成要件 翻译连结等 那可能还有的 还有的这个讨论 但是至少 总统 你当他来跟你报告的时候 你的立场应该是什么 就算你不是司法官 不是说学法律的 这个来报告 严格来讲 你就该拒绝了 李宇远 总统是很高兴 还打电话给他的 罗志强跟江一华 一起来看 这个徐老师 我们都不谈了 因为这件事很简单 这一个司法案件 它到后来变成 政争的工具 我应该这样说 这两个层次 第一个 这一个所谓司法案件 你总统当时 就要延迟拒绝 这是第一点 该做的 结果你不但没有拒绝 你还做了第二件事 像各界批评 体肤完肤的就是 你还拿来 后来变成所谓的 政争的工具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会批评 总统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们身为一个法律人 我不要说我是民意代表 我们学习法律 我们对于所谓的天平 的观念到现在 其实还甚至在心内的 何况你又是国家的元首 那时候我就说过了 总统你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依照宪法五月里头 只有立法院院的 不是你提名的 他是由立法院 立法院选出来的 其他事件是你提名的 你还有所谓的 对他直接还有 上对下的这种观念 因为我提名你 立法院不是你提名的 那不管是五权 或三权的概念 你基本上还是代表的是 行政权 结果你自己带头 介入了所谓的立法权 这个也是违宪 第三个 我在中东府里头 开记者会 当然这件事情 应该讲什么空中算 那个我倒觉得 法律上已经不构成 因为那已经对外 已经公开来 说扣扣是没有 任何没有法律问题的 他没有了 你在中东府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专门上是绝对没有任何 而且很早就约了 我觉得画面很清楚了 因为一边我记得就是江一华 一边还是五副总统 是是是 对 是 那是看老师说 对 那是从那次以后 这个不叫观说 什么叫做观说 我基本上是新娘的原则 这完全违反了一个宪政的基本原则 如果这叫恶劣的外溢效应 另外一个正面的外溢效应 是不是出现在柯P的身上 这里头有一个单位里头的董事 听说有多位也是您的好朋友 背照一下富邦金控 柯P说 果然政党轮替是非常重要的 都不是病理专家在病理基金会 我现在讲说 第一个刘振驰这个案子 刘振驰他占了不该占的国有土地 4803平方公尺 然后在下面他1500平左右 在下面呢就这边这一块 他占了这一块 然后下面挖了多少呢 挖了352平方公尺 大概100平100多平 然后在里面放了 总共放了12个货柜 全部都国有土地 政府都不知道 这是刘振时讲的 房子越住 自己会越变越大 奇怪我家越住 为什么下面跑出一个地交给我 然后这个东西 他现在说这个部分呢 无罪从其中 去做水土宝石 这个窃战的事实 它是常年发生的 如果住过阳明山你就知道 你在阳明山你好胆去挖土看看 你看你挖土把它放上货车 你开得出来我佩服你 挖这么大的开挖 要载挤车的土方车要载出来 所以 这个处长百禄 这百禄很会做人 这位百禄处长判六年 两个官员判两年七个月 那这里面不合理的就是 有人图利 就是这些工人员图利这些人 被图利的刘振时呢 凭什么让一个国家的 国家攻击 风影区 蔡美露很会做官的 让这位官甘愿六年的徒刑 去图利他 没有查出对价 这位检察官的名字我永远记得 他叫吴宗献 不是那个唱歌的 是犯案的 所以这个案子没有交代清楚 就停下来了 而这个刘振池 这一栋违章建筑 前面用别人的名义 已经是被拍卖 被把拍交到马英九 财经后援会的会长 后来当那个 那个专门负责不良债券的 财经 又把他便宜的买回来之后 又用自己的女儿的名字 既然远雄可以借他两亿多 然后现在变呆账 可借他两亿多远雄 人寿借他们钱的 同时远雄 赵腾雄在苗栗 叫做远雄健康 生计园区 一百亿 我刚才讲 法律你们要去证明 我不是检察官 我没办法证明 可是请纳税人看清楚这个故事 你觉得里面哪里合理 哪里不合理 如果远雄八德合一住宅 那个案子 就要脱脊膝背修 送给叶士文 这里面这个都不用吗 都不用这事情吗 我刚才讲的 马妈妈 马大姐 到刘正池 刘正宏他们家 过年 走村 他会走村的地方 因为身为总统的家属 我其实觉得同情 你们去的地方不多啦 不能乱跑 所以可见他们很好 他讲是又来了 又来了 他有去好几年 而且还去发红包 所以我刚才讲 这整个故事都想就发现 哦 他们有关系 土地什么都没关系 那现在为什么 在Facebook上说 又来了 还送红包 我在讲 那这个案子 怎么会弄那么轻 请法院告诉我 到底在哪里 另外刚才讲 大辽这个案子 也是这么轻 黄世民的 也是这么轻 所以现在就是 全部大家都绑在一起 那大辽 我你我只补充一下 就确保大家 是通通不要关就好 那苗栗应该很发达吧 这么多投资 对不对 大谱也开那么多地 你知道苗栗县政府 今年发不出年终奖金来 刚当选的 徐耀昌说 他找不到钱 抽地里面一点钱都没有 我觉得徐耀昌 你要打电话给刘正宏 刘正宏老婆公开回应 对不对 这是徐耀昌的阴谋 是 他们是同党的 我补充一下 刚才定语议员讲的 那一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其实案外案 就是这个刘正室的 这个案子里面 公务员为什么要涂利 蔡百露为什么要涂利 他有找到这个公文 就是说刘正宏当立委的时候 去跟他官说的公文 那公文找到之后 蔡百露的供词是什么 这个他讲说 因为他担忧 他职务不保 所以接受官说 那这件事情很严重在于说 如果他现在被判决了 我今天去涂利的刘正室 那我是因为立委的官说 那教唆涂利罪就会成立 在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里面 这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教唆一样 所以检察官还没做完 为什么 现在已经法院 审理到 还没到刘正宏的阶段 他在刘正室的阶段 但是法院审理的图像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会要去涂利刘正室呢 因为有立委的公文来 而且我的官员 我怕职务不保 所以我接受立委的官说 我去涂利他 这个教唆涂利罪 未来刘正宏的刑事责任 必须要在这里面做一个厘清 另外还有刚才大家讲到说 是不是黄世民现在轻判完了 追不到他的退休金 在现行的法规 可以追 为什么不能追 因为在 我们知道说 当时他要回认检察官的 这个过程里面 行政程序法第六条 他规定 行政行为不得有差别待遇 过去法务部内部 有一个行政的标准 他跟你说 如果检察官回认 会影响到检察官形象的情况的时候 是不拒绝回认的 爱难造准的 所以王清风当时在接受 这个施茂林的回认的时候 他说 不行不行 你有争议 所以会影响到检察官形象 这个叫做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这个原则是行政法上的原则 你今天后来 黄世民在申请回认 检察官的这个阶段 他当时是怎么样 检平会要求他撤职 建议撤职 然后当时台北地检署起诉他泄密 一审已经判一年两个月 这样的一个检察官 情结比施茂林严重不到几百倍 结果你还让他接受他回认检察官 这个行政处分是违法行政处分 应该撤销 法务部做与不做而已 如果你撤销了这个行政处分 这一段时间他领了这些薪资 以及后面的退休金 全部追回 法律上是可以追回的 谁说不能追回 我们跟你讲 公务员任用法28条规定 如果公务人员 你一般的小公务员 不追的话他一次领 你刚刚说领多少钱 一个月十七万 一千两百七十万 按月领是十七万多 一个月十七万 一般小公务员 他只是酒驾被判刑定验 公务员就被免职了 行政公务人员任用法 第28条规定说 公务员判刑确定 这个部分予以免职 所以黄世民的案子 他不管是检察官也好 是公务员也好 你被判刑定验就应该免职 结果你法务部开了一个后门说 你不能回认检察官 但是我让你回认 回认之后你申请 那个等级很高了 可以准备退休 我赶快 你快要判决了 快要判决定验了 我赶快让你退休 让你每个月领17万 22K人怎么看 一个被判刑 确定的一个犯罪者 坐领高薪 一个月17万 然后国家一直给他钱 他影响的是台湾国际形象 刚才在讲说 除了刚才Coco姐讲说 影响整个司法威信之外 国际形象 大家有印象九月正真的时候 马总统要国会议长下台 这件事情 BBC也报 华盛顿邮报也报 国际媒体都哗然 哇 总统要国会议长下台 这么夸张的事情 居然在民主的台湾发生 影响台湾国际形象 赔了台湾的国际的一个威信 那结果 你到后来还跟你说 这个犯罪者虽然被判刑定验了 我一个月给他17万 法务部做与不做而已 罗英雪不要涂利 如果你今天 不要去追回他的退休金 你今天还要去涂利他这个费用 我相信以后司法会追究 你罗英雪的法律 那不想能追究好家居吗 我觉得BBC 周姐你帮我们做一下补充 这个说是一个超级大肥猫 大肥猫不做了呢 小肥猫要继续做 他让我想到一个样虫吸血 你知道吗 样虫吸血之后还会下蛋 他会下蛋 然后自己才吹起来 这个像不像呢 我不知道比喻恰不恰当 这次大肥猫 现在柯P终于认识他了 我们来看看他 陈炯松 董事长陈炯松是连战多年老陈 选举期间挑大梁 担任连胜文竞选总部主委 不过选战没打赢 也不具医疗专业 却成为病理检验机构董事长 被踢爆这职位就像酬庸 而且月薪高达18万元 一年总共216万 一领长达20年 我想这也是政党分替的意义 就是说 如果没有换个市长 你知道 所以以前这些都不会有人知道 那目前的张神我看你拿到没办法 所以我想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办 这么一个没有国家立场的 没有民主立场的一个候选人 不能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我们中国的所都 好就是不能够让这样的人来治理中国的首都 他就是陈炯松 来我请教一下周姐 怎么样来看当时郝家军用的这些人士 其实并不意外也不稀奇 这个都在大家预料当中 这些人就叫做马英九总统所说的 害虫大集结 现在柯P终于要做啄木鸟了 他要把这些害虫给揪出来 你知道柯P他 因为他过去的30年的医生的经验 对他来讲 他本来没有想象到这么多的仇庸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人家问他农产运销的公司 特别李星最知道 农产运销公司也是一个丑庸的位置 那郝龙斌在他卸论之前 就还把自己的人也塞进去 做董事长 这个做领很多的钱 除了这个病理中心之外 什么农产运销 这个富邦金控等等 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请这个柯P成立一个啄木鸟小组 这个说但是抓害虫的 就今天提供给柯P 还可以安建计筹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 你不能只讲他 他们今天这个骂他 骂他们叫做不什么脸 已经很严重了 又P了 那可是他们这些单位都洋洋洒洒的 对这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些建树的 叫做病理中心 所以你们这些家伙是为这个素拆 然后去把那个位置抢掉的 结果是什么 你把那个机会成本给抢走了 就是可能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可以去做 那专业的人士去做 他如果好好做 说不定可以对病理研究相关的东西 他可以做出一些名堂 就像富邦金购或是农产运销 你知道农产运销 这个在台湾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此这些他不只是肥猫 而他们在害虫之外 他们对这个社会上的外溢的 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 那才是应该好好追究的 那才是无形的 我刚刚讲到你刚回过头来讲 法务部的那个大辽监狱的时候 我要提醒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电台 访问了董电台之后 我接到了台南的一位 一位谢先生他有留下名字 他留下电话 他说他是大辽监狱的受刑人 他在那边服过刑 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他说在大辽监狱里的裁缝工厂 跟每一个地方都有监视器 那在裁缝工厂里面 用剪刀啊干嘛的 全部都要交回 连上厕所都要交 你去上厕所 对所以所有的监视器 都可以监控到 一查无疑 第二就是那个 所谓的灭火器之谜 那个神奇的灭火器 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早上这个电台有访问陈世智 问他说你真的是灭火器吗 他说是 他说他不是打锁 他是打那个 那个什么汉阶的那个地方 那也不可能啊 我跟你说啊 我问他有没有现场状况怎样 很 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急 没有问清楚 他说我们已经把它修复了 这么快就修复是为什么呢 所以呢 这位谢先生 他在他的这个指控当中 他说监狱内的门 不可能只用灭火器就破坏得了 他说用怪手挖 都不一定挖得开 所以怀疑御方有内神通外鬼之嫌 法务部要调查的话 这个人我可以提供给你 拿他的名字跟他的这个电话 所以法务部如果今天在下班以前 提高雄的这个大聊监狱 我先相信防防部 我把捕散 周杰长 他如果高雄的这个典语长提完报告之后 然后就真的就行礼如银 那法务部就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就存给上面了 然后就此结案 因为死无对证嘛 死无对证 全部都惨遭灭口了 全部都是活着人的讲的 你活着人不需要这个测谎吗 活着人不需要对职吗 还有两百多个人啊 这么多的疑点 我今天看报纸上面 这个晚报所登出来的消息是 法务部说他们要做闭门检讨 然后现在呢 居然转移焦点 转移到什么你知道吗 谈判是不是不成功 你有没有看到 故意的把那个焦点 谈到一个程序过程当中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吗 怎么会是如此呢 这个检察官 我们昨天 对啊 对那个检察官 现在心情上受很大影响 我昨天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讨论过董念台的这个角色 我们对他很质疑 我今天早上也有问他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幕后策划 他说他百分百没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找得到你 为什么这个郑利德找得到他 他说郑利德打给 尊堂的堂主 尊堂堂主其实就是 他带到现场去的 他说那个堂主打给扎恩乐 那这个扎恩乐才叫他去这个高雄 可是董大哥正巧人在台南 我说怎么这么巧 他说人生本来就有很多很巧的事情 那你到底是不是间接影响了这些囚犯呢 他也承认 因为对于这个陈水扁的保外就医的事情 这个囚犯的心情 他说你无法理解 他说我们这些国度的人 就我们这些国度的人 跟囚犯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我只是就说 因为我们昨天有讨论到他的这个状况 所以做一个说明 但是你随便找一个在大辽扶过这个刑的人去问 恐怕答案都是我刚才讲的这位 每个监狱都一样 确信受刑人 每个监狱都一样 他的答案嘛 你怎么可能 而且我今天就觉得四可去叫 太过床太离谱了 奇怪了 田狱长昨天才被释放 昨天早上才被释放出来 这么快你就把它修复完成啊 好奇怪啊 全部把军宪室全部都击垮了 第一个 那个地方是刑事犯罪现场 枪戒还要采取 还可以修复 那你会把汉阶弄好 基本上红重球案那时候 那个紧闭室还 我两件事把它弄讲完来 第一个 我昨天就讲了 从卫生科 就一个替代一人 顾着这几个重刑犯 然后呢 跑过来到接见室 会客室 想要踹门 跑到外面停车场 这边都还经过一些管理员 然后再跑到中门 三道电子所 那一定有警报器一按 整个是放下来的 过去 这样子既然没有人去按那个东西 还让他威胁 把三道中门打开 到整个监所 戒备最森严的戒护科 也进去了 进去完了 你知道他从替代一男 换成管理员 管理员换成副监长 副监长现在可以换到点狱长 然后呢 他是排队 长官带队进去的 你怎么 这个我不晓得 你说人质是排队是不是 他到那边 小鸡听我讲这边 他们去敲 他现在讲 他们用那个 去敲那个枪库 第一个 那个敲不开了 三道锁 那个锁跟我们 一般想象不一样 敲不开以外 他说敲了四十分钟 不是三道锁 三道门 对 那你问了 敲四十分钟 灭火器就有军戒是 时间不对 这个典里长 四十分钟当中 你们怎么就没有去反击 没有人去压着他 可能 他手上就一把剪刀 还没拿到枪的时候 他就一把剪刀 监狱里面的狱卒很多 对 两百个人 趴了六个人吗 就狱卒面对剪刀 中间还有很多送货员 可以来送货 剪刀受伤什么都可以压制住 而那四十分钟都不压制 还有人命损失 我们当然觉得遗憾 典里长为了救同僚 换进去秦超 我觉得很可贵 可他四十分钟 没有压制 没有对外伸张 就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 有内应 那我宁可不相信 我觉得 这位典里长 没有那么坏 他不是坏人 那就另外一个可能 因为我问了其他监狱 你知道为什么监狱 常常演练被挟持吗 常常发生 就 常常有 常常有受刑人 就会夹持管理员说 要让我怎么喝酒 我不要出去 夹持的理由不等 有的为了见妈妈 有的要见女朋友 都会 常常发生 所以监狱里面 夹持人只想要跑到中门的 是他们演练科目 很重要一科 都有标准作为程序 两百个管理员 都知道怎么去压制他 那那文记处理应该更得心 典里长为什么要进去 然后四十分钟 然后有机会拿到枪 不可能的事情 想私了不想生养嘛 所以我们呼应跑步啊 他也许有好的政治前途 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罗学讲 我会 我会写简讯给他 我自己今天都睡在办公室 也没有回家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对劲 结果也不想办公室 这个不对劲 这些手掌要给答案 这些手掌要给答案的 要跟陈炯松 日子混过去 要给答案 手把对到陈炯松一样 陈炯松 陈炯松这个病理 台北病理中心 他的存绿宗旨 我还去看了 叫做配合临床需求 提供能跟国际接轨的 病理检验技术 陈炯松有这个技术吗 那个庄什么师啊 庄文师 有这个技术吗 有啊这几个董事啊 然后郁慕明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吗 对 吴碧珠 吴碧珠有这个能力吗 还有蓝中福 徐少平有这个能力吗 徐少平 洪文栋 洪文栋还可以啦 有些人 洪文栋强事 好 郁慕明也是有医学背景 这一些人能够提高 病理检验的技术吗 我觉得没有 周文师也有对不对 林济明 吴仲荣 理学人通通都是 台北市出了三亿 那柳公俊水利外 大概出两亿的样子 成立这个基金会 要推动这个事情 那台北市出了三亿 是百分之五十哦 那一年之息 那台北市政府派的席次 还比人家少 超过五十 他现在情况 其实跟富邦很像 很像 十五名董事 台北市只能派五名 所以为什么 柯文哲今天讲说 你出了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只能派五名 对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讲说 为什么拿他没办法 就算这五名董事 柯文哲把它全部换掉 换掉他的人去 你选不赢人家 对 那其他十名是怎样 其他十名是这个 陈炯松 找来的 找来的 然后这十名 在选陈炯松 连任董事长 所以还可以连任 对 所以他不断地巡回 说二十年 二十年吃了四千万 跟各位报告 他退休金还有一千四百万 也就是说 你先让他下台 还可以零一千四百万 退休金 他一个月领十八万 年薪两百一十六万 退休还可以 超过一千四百万 他一年预算才四百一十二万而已 他一年的咨询预算四百一十万 陈炯松就领了两百一十六 然后开会出席费八千 车马费三结金另外计算 然后他的子女还在那边 任用一些职务 我说这个东西 好了你就告诉我合法 就继续搞吧 还有公关费 这个我先帮忙回答 后来来谢谢 有这件事情我正好 我来之前 我特别打电话 也找到他 也找到他 真好的位置 一个月十八万 他只有一句话 拜托 他说请我务必要转达 他说这个狗咬人可以 人咬狗就奇怪了 那好 我不晓得他意思是什么 可是他很谦卑 什么意思 他觉得 因为这柯P 应该是柯P讲这个事 他的时候 他说这件事很清楚 民国七十一年 他那个时候是被 政府也请求 希望他那个帮忙 就说国家一定有些 病理上的问题 一直没有技术 国家卫生院 对 那那个时候 他请他 那孩子杨金虫 请他 市政府出了三亿 变了两年 一年一万一亿五 一亿五的预算 那么 他的水利会这边 出的是三亿 就各半 当时安排 他是创办人 他已经成立32年了 他董事长做了24年 可是去年 去年才正式领薪水 以前他全部都没有领薪水 有人问他说 为什么他每次 这种可以出50%的钱 他有医疗背景吗 陈炯松 他没有 可是他创办 因为他当时是 被请求要求了创办 他拿水利会 跟市政府一起合办的 可是我觉得 议员你要讲清楚 这不是他拿地的钱 他是拿水利会的钱出 所以他代表了水利会 而且因为他是创办 由他来创办这件事情的 所以市政府编两年预算 他是两次拿出三亿 一起 他本来就水利会会长的时候 现在是 那为什么肥猫要下来之后 变小肥猫 他指定小肥猫 我也问他 我说我看他怎么讲 说你指定指定 他说 他说拜托 他们乱讲 他什么时候有 因为董事会的 这个董事长的选举 这15位董事们 是由他们来互选的 并不是他能去指定 而且他现在董事里 都没有选 李星议员 我公然说 我才不相信你 陈炯松讲的话呢 我现在转达了 那这件事情 我想应该是 柯碧应该要谈的 应该是说 如果你柯碧觉得 这一个兵女基金会 你认为结构有问题 因为其实大部分应该这样说 都是国民党 的背景 或者国民党所请的 那现在是因为柯碧 是超越蓝绿了 所以他认为有问题 因为市政府 至少我们有出资三亿 应该是去谈 而不是现在就直接 攻击他 那我想请教 为什么他为市政府 不敢跟他 争董事长的位置 你出了三亿 为什么不敢 你现在问我的话 我就要问柯碧了 我就要问柯碧了 当时市政府是自己 因为他成立一个基金会 是市政府 就像我们现在的 文化基金会 一样的意思 市政府出资 跟民间合作 然后是各自推 所谓的基金会的成员 所以今天应该问柯碧是说 柯碧如果敢的话 照理讲 基金会 他基本上还是法人 法人当然还是 由董事会做决定 市政府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意见 好比说柯碧 那你应该是跟 董事会好好谈 而不是你现在 用放话说他是肥猫 我去年才主 而且我创办的 来 郭忠大哥来 没办法解决 台北市在长期 是国民党执政 我刚跟文雄雄在聊 现在政权轮替了 这些你有担任 台北市政府所属相关的基金会 或是相关的法人公司 担任董监事 跟国民党有关系 赶快请辞 赶快请辞 我觉得说 不要被人家糟蹋 像当时候的赵上康先生 跟庄文氏先生 在互帮营囊里面 你早就应该辞了 你早就应该辞了 怎么会等到人家 就给你点名了 以后你才辞职 就庄文氏换成谁 由郝隆斌的亲信 庄文氏换成 柯温泽的亲信 所谓的张景深 这很合理 他不领钱 我知道 这合理 但独立董事 有时候影响一个公司 你们所谓挥洒的空间 比有时候领了 那个报酬还更大 还不是一般的董事 一样 我觉得说 柯P你要去用谁 说真的 所有的人都是尊重 李星远 我觉得我们不能听他讲就算了 有在场 这个基金会存在那么久了 每一年固定资金那些金额 陈久松真的是去年开始资金 他说去年开始资金 在去年之前 叫做什么名目 我问这个问题 去年开始叫做薪水 去年之前叫什么 他有编公关费 我现在再补充一个 他也提到了 当时成立是六亿 然后全部致富盈亏 他们现在基金大概资到八亿多 所以对他来说 他觉得他是蛮认真的 因为我要这样客观说了 这个我想无关蓝绿 陈久松基本上来讲 在朋友们就会在这个圈子 包括朝野政党 他觉得是一个重点 或者是一个梦长军的角色 对他来说 他觉得说 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亏 我愿意接受你们这种公平 可是他觉得 盛隆用这种方式对待他 他就觉得蛮委屈的 我在转述他 你转述他的想法 我尊重了 我现在是说 这是一件公式 当台北市政府 当年的三亿很大 拿了三亿 水利会也是办公款 拿了三亿 组成的这个病理中心 他的宗旨很明确 跟医疗是有关系的 这一群人 少数有医疗背景 这都是政治背景 我坦白讲 适不适合 这件事我们做 我们会被骂 你们做 你们会被骂 它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我们先从对跟不对来看 他们站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第二个 每一年才四百多万的 知习的预算在那边 有一半的钱是编在 董事长的薪水 不对 216万都用在那里 然后剩下 开会出息费一次八千 那怕死人 比利用还贵 然后开会还有车马费 也不对嘛 那至于说 他六亿的基金 现在变八亿 我也可以假设说 搞不好换专业人士 来经营一下 搞到十八亿了 所以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说 他有没有适财 再来这些钱 有没有乱用 看起来是有 而里面最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 五席市政府董事 五席水利会董事 中间那五席是关键 应该叫社会贤达人士 可是这五席 为什么全部都董事长来找 那就永远十比五 十个打五个 做台北市议员 或者说台北市的市民 应该说 这对我们代表欺负公平 不公平嘛 我至少出一半的钱 所以这社会贤达 这一块先改 改完之后 五个五个加起来 谁能当董事长 给社会看 我觉得现在社会 是透明的社会 这件事情 是一件不妥当的事情 很多有政治任命 我觉得 谁当市长 你用你的人 我骂你干嘛 那反正就应该的 可是当轮替之后 我不是去检视那个政治任命 而是比方说 赵少康媒体人 去当银行的独斗 而且对外他主持广播 从来没讲过半次 这个时候 当你在媒体上 过去所讲的言论 回来一先 人家会不会真 会觉得说 哦 原来哦 对赵少康先生也不好 对台北市也不好 而这么多不好的是 一件两件三件 马好有都在做啊 那民进党有做 也应该脱出来骂 这样政治才会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 陈九松这件事情 我倒建议 他是不是乳重连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不是专业人士 是不是先从五席的 公正的董事 票选嘛 I Voting嘛 这个应该先可以做 应该是市政府嘛 市政府本来就五席董事 因为坚持 我想我们从积极面 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说 如果人民没有办法允许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积极去面对 那我想这个事情 其实应该很快就一个结果 只是说 在这个整体的氛围里头 尤其在最近 你会看到就是说 这个政府 那到底有多少官员 在混吃等死 您看这个画面 这是经济部 现在有意要准许美牛的骨髓 包括像是血管 头骨肉 还有面颊肉 食道鸡 包括牛脂 六项牛杂碎 那么进口 引发台湾部分的人士的反弹 这是我们看到 在访问华府的经济部长 邓正中 他跟这个媒体查续时 特别提到就是说 不会开放 这个牛脚肉跟内脏 这六项牛杂肉品 那么在法律上 他说绝对是站得住脚的 不会影响到国人健康 那么最重要是做风险的评估 当然这个论调里头 有人说 就是为了争取所谓的加入TPP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场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国政大哥 这样的一个措施 到底会不会放行 而现在我让你看一个画面 我们中央 是不是整个螺丝 通通都松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基隆港你看这个画面 基隆港精传这个毒液外泄 你知道它有多毒吗 这种所谓专门在洗这个冷气机 这种强烈的一个腐蚀 消防人员立刻拉起封锁线 管制车辆人口 因为你一旦渗透到皮肤内部 可能严重的话 是要节肢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文雄大哥 你看到如果像经济部 在此刻都要放行的话 这个说不是内脏 我们看到美国农业部 待会儿徐老师给我们做解释 对内脏的解释跟经济部是不一样 现在他搬错是 为了能够加入TPP 你觉得应该放行 应该怎么看 还有一件事情是说 只要美牛进来了 我们的TFAOK 是是 TFA在哪里 现在又找个T TPP T一般都是说是中性的 TPP 又跑个TPP了 TFA没有了 变TPP 你先把TFA给我们 美国人你不要再骗 当然我这样骂美国人怪怪的 邓政宗是一个谈判专家 他虽然对经济不能全部了解 不过至少是谈判专家 我相信他现在是有点拒绝 美国的意思 但是我请 包括马总统 你是不是私底下有答应美国人吗 我看有问题 好 马英九不是亲中 各位相信父老 他是亲美的 他完全听美国人的话 因为在美国人那边 那个 所谓的维基 维基这个解密里面 多少他跟美国人说了很多话 他比那个 比那个谁啊 比我们朱立伦更严重啊 他当时被中国绑架 被美国绑架 然后说一堆官员 就混之等死 就是不被台湾绑架 人民的权益都不够吗 所以现在就是说 包括马总统 任期快到了 高铁你也要拼命啊 现在美牛你都要拼命啊 你拜托 你是不是过来以后 你就辞职好不好 拜托一下 来 徐老师 我觉得 这个 所谓内脏这个事情很严重 因为美国人是不吃内脏 或是所谓牛杂之类的 所以 美牛进来 其实那个利润会更大 比我们想象的还大 那现在是 我们的政府出来讲说 这些部分 什么牛脂啊 骨髓 血管 这些不算什么 不算内脏 我觉得这里面很混淆 因为国政委员 美牛你有经验嘛 这个事情 未来会更严重 你所谓牛脂 内脏里面这些牛脂 全部都黏在一起 那你会说 这一块算内脏 这一块不算内脏 还有血管这部分 骨髓也是 请问那骨髓 这边其实上面 都是跟内脏黏在一起 我一直说 他现在用一些取巧的方法 把一些所谓内脏东西排出来 可是跟内脏黏在一起 他都说 这不算 我觉得这很可怕的是说 第一个 马总装有没有政治上的压力 第二个我担心的是什么 美牛只是初步啊 美牛 内脏 牛杂 美猪要来了 美猪不是说 过年来打扫的美猪啊 是美国猪肉要进来啊 这个东西的利益更大 对台湾冲击更大 所以我很担心的是 马总装所谓一年多的垃圾时间 对马总装搞不好是黄金时间 赶快把这些偷渡过去 我们前面讲到 大辽监狱的事情 我觉得马总装你关不关心这个事 你叫罗英学 我从我的角度啦 你所属的矫正属里面 一个监狱有六个人死亡 我请问这个部长还能坐下去吗 请问这个部长还坐下去 部长还出来说他要调查 我们等一下谈基隆的事情也是 等一下定理会讲 基隆只是外泄而已吗 搞不好很多地下油管是不是在那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所有油管都在哪里 都在高雄 你以为台北没有吗 在国民党里面可能是我最感同身受 我给他看了一个东西 这就是考机会对我的听权处分书 就是101年刚刚七月份 刚温雄大哥讲 第二个针对美牛案子 我被一个案子花了4万块 你没有投票 我都违纪 违纪嘛 所以处停权商 委员六个内障 你可能二十四案 我跟妳讲 这个东西里面 我个人感觉我会反对到底 我觉得邓真宗 站在一个经济部长里面 去促进经济合作 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 先公告再实施 没有经过一个严谨的风险评估 如果你去承诺人家 我想国会不会原谅你 第二个东西里面 刚温雄大哥讲的没有错 谈TPP之前就要谈TIFA 谈TIFA之前就要谈BI 先谈双边投资协定嘛 王弟弟 你是不是在基隆这一次的一个 基隆的东石码头 不是当基隆 当造 一直封锁到东石市 因为这个氢浮酸 连玻璃就可以马上袖死掉 然后现在管制住了 有多强 你看到 你知道吗 我们很久以前就讲过了 从基隆港 是台湾北部重要的化工管线 一路进到台北内湖 经过高速公路周边两条线一直进来 人口从密区板桥 然后到桃园南侃 这是一个大概的 那时候杂志也爆了 而那个时候的经济部杜子军说 三个月内会清查所有的管线 公告给我们 请杜子军像好像又升官了嘛 请告诉我管线图在哪里 三个月又过三个月了 这个政府能够把事情当事前 还是新闻热头上 我的应付一下就算了 就好像美牛那时候 瘦肉基因跟狂牛症的状态下 叫我们开放就有TFA TFA呢 TFA都没有还给我讲TPP TPP都没有还给我讲FTA 你不能老是把百姓当猴子耍 我们没那么笨 所以我现在觉得管线这个东西